目前中国国内出现一股过学热 在中小学乃至社会上讲义经 论语等经典的各种讲座不少 好似各种补药 事权大补 补方权 如何使受教育者消化吸收这样做对吧 这个做法未尝不是个好词 好在什么地方呢 提醒大家 中国故事还是很有价值的 应当要学习 至于你说到如何使受教育者消化吸收 这句话说得好 要怎样才能消化才能吸收呢 古德常常跟我们说 礼要是没有了 如就没有了 戒律没有了 佛就没有了 这两句话说得好啊 如落实就是在礼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希望真正能够得到所谓是空眼之路 孔子延回那种生活的乐趣 佛法呢 如果没有戒呢 佛就没有了 没有戒的佛 就叫做佛学 你是搞佛学 不是学佛 搞佛学 你可以在这个世间拿几个佛学 不死 但是 但是 与你生活 这个苦乐 不相干 利苦得乐 这个效果 你得不到啊 破灭开悟 利苦得乐 那没有你的分 那礼要是没有了啊 你是搞乳学 不是学乳 换一句话说 空眼之乐 你无法体会 那么如果是真正学乳 学佛 你就重视礼 重视戒 从哪里学起呢 学乳要从弟子归学起 学佛呢 要从十善业道学起 这个是讲到最根本的地方 所以没有弟子归的修养 你就学不到乳 这个义经论语 所谓四书十三经之类的 确实变成一种学书 入学了 如何能把儒家这些经典 落实到自己生活 变成自己精神上的粮食 精神的养分 那就不一样 那你是现代的孔子 现代的孟子 你真正得到 像佛法讲的法习充满 你真正得到 没有十善业 无论是你受三规 无界 居足界 菩萨界 都是有名无实 你讲佛教众多经典 说得天花乱坠 从前李老师给我们说的 你该怎么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 依旧搞六道轮回 所以这个事实一定要知道 所以这个过学日好事情 真正去学 这个才有受用 要学 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弟子贵 现在社会上 对这个科目 逐渐也重视 我们现在向国外 向全世界 来推广 一定要百分之百的落实 能落实地子贵 这个世界上 时时多多的冲突 自然化解 安定和平 一定会实行 然后再有能力 你就学这些尖叫 学这些能与异金 那才有受用 所以没有基础 学这个很难